打那個團仔 孩子們玩到叫聲和笑聲不斷 各種所謂舊時代利用現有器材 做成的各類型小朋友郵具 重新搬回公園裡面 同樣讓現在的小朋友玩得開心 玩得盡興 這是由基隆市議員連恩典 在兒童節連假時 結合暖暖親子館、暖暖圖書館 以及基隆市政府都發出公園科 特地在地內十五號公園搭棚辦理一場 名為公園野孩子的活動 非常受到歡迎 好 兩隻手都爆了 我想這個讓公園野孩子 是一個最好來玩的一個方式 那我們裡面有非常多的遊戲的方式 不管是滑水還有高空體驗的 還有這個用箱子來打造自己的城堡的 格鬥的好像非常多的 那我希望今天在這樣的活動當中 小孩子能夠玩得開心 到現場參加活動的基隆市議會議長 同志偉和前副議長林佩祥同樣讚瞎肯定 我真的非常的感動 因為可以讓我們地內公園 社區公園可以發揮到這麼極致 讓我們的小朋友有一個空間體驗DIY也好 像我們後面爬高也好 然後玩水玩球 然後還有做這個 甚至還有公共圖書館也來擺設書籍 我想非常的感動 因為這樣子把我們公園社區運用到極致 然後他們還要自己想 重點是他們非常的用心 把這些活動都想出來 很多東西都還是自己設計的 並不是花錢來處理的 我覺得真的非常的感動 全家人大人小孩一起來Enjoy 來這邊一起來欣賞 一起來共享樂 共享天倫之樂之外 也讓小朋友好好放放電 分享自己家裡有兩個小朋友 所以知道放電的重要性 蓮恩典強調 有孩子嬉鬧聲的公園 才是真正好玩的公園 未來也規劃不定期 舉辦類似的兒童活動 也可以增進親子感情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